假放针推怎么接 你看你们假放针推啊 咱们上网先解决的是这些问题啊 咱们技术类的咱们等一下 你比如说假放针推怎么接 那对手既然都说了 他已经假放针推了 那说明他拿的点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拿的特别高的话 你有没有资格 我就说你有没有往前站的资本呢 没有 你就要承认被动 我上网上网拿这么高的位置 如果你还敢往前走 那就说明你什么 不承认被动 如果说现在你敢往前站的话 我就可以假放针推 无解 因为你站了靠前推必死 为什么 那个地方是什么 推必得 就是我拿到好位置 你还敢再往前站着 就叫推必得 就是一定会得分 只要不出界 谁都回不去 你不要跟我说那个单哥 把地胶都踩弯 那个 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他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承认被动 就对手只要拿起拍子 再往前举着 我就不能动 我要找到一种什么 我要找到一种 我的腿跟他的球拍 有一种共鸣的关系 去找这个节奏 你比如说现在 我给你过渡一个 你拿一个位置来 看现在我一过渡 我很快 他一动拍 他一举拍 我人就停下来了 我不会动的 我不能动 我这么过渡 你不要搓 你搓完了之后 你就搓了 随便 随便 你愿意打什么 我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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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看到没有 他一举手 我人就停 他一举手 我人就停 就是他拍子 没拿起来的时候 我就快跑 球离近 他的拍子 他拍子举起来 我人怕 停住了 我的回动叫什么 叫做快回慢踩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的球拍 接触到球的一瞬间 我人回得很快 但是快到中间 他举拍的时候 我人就怎么样 就慢下来了 观察他 肯定是不能上 你凭什么不能上 人拿那么高的点 那你要弄上 就这一个结果 那不就是一个解决吗 人家都会主动 人家能推 你就没有资格上 那如果说你不上的话 确实会面临他搓 但是我就这么说 如果你在中间 他搓球了 你上去还有一挑 上去还有一勾 上去还有一个 回放中路高质量 好多种解决办法 但如果你就往前走 让人家推的话 你就输定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就要做的是 成练被动 你就不怕假放针推了 再一个 这个是你为什么怕假放针推 我教你直接解决 假放针推 加速加力 无论正反手 无论正反 咱就中间打 我看了清楚 他那个球 我打圆网 就刚才我跟小朋友都说了 打圆网抓推 他肯定是戳不了了 他怎么戳 你别说我太主动 他怎么戳 我的球 他不拦了 都能到中场 都快能到 你别接 你看那球到哪去了 都到中后场了 我在这打的 那不算太主动了 你不用再低了 再低我为什么 我那么低呢 那他怎么戳球 没有 所以说 我们看职业选手在过渡的时候 经常都会选择加力 就这球也不是杀 也不是抽 就叫什么 软压 就是给你的球就没法戳 这球过得非常快